南极大陆的周围被厚厚的海滨包围着 这些海滨沿着南极大陆向外冻结 而且越靠近陆地的地方 海滨就越厚 每年海滨冻结和融化的程度都不同 到了南极周围 卸货计划会根据海滨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简单地说 海滨卸货就是在南极大陆接壤的海滨上 通过雪地车拉雪橇的方式 将一个个集装箱运抵上岸 但由于海水潮汐的作用 海滨冰面上往往会出现很多断裂 一旦掉进去 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些裂缝就成为各国南极科考队隐形的危险 也被各国南极科考队称为南极第一杀手 极具危险和挑战